日前,郭富城与徐子齐李嘉诚夫妇共同现身在外赛举办了慈善晚宴,徐子齐婚后一直热心公益,郭富城此次也是受到徐子齐的上心邀请,作为嘉宾出席这次晚宴。 过去,虽然郭富城与邱淑珍老公沈家伟是好兄弟,算是挤进了半个商业圈子,但与徐子齐李嘉诚夫妇就身上有交集,模特出身的徐子齐,虽然也混过一段时间演艺圈,不过为久就嫁入豪门,专心相夫叫子了。 此次与徐子齐罕见同框,一个帅气一个美艳,两个洞灵姐的翘楚,站在一起就是活生生的保养宣传照。 比起两个洞灵母版,一旁的徐子齐老公李嘉诚去发福了,一身黑西装打扮,扔着胆不住隐险的双下巴。 日前,有网友爆料在希腊欧,遇到前来度假的徐子齐李嘉诚夫妇,白衬衫打扮的李嘉诚突起了一个大肚懒, 与一旁身材娇豪的徐子齐形成鲜明的对比,已经是三个孩子妈妈的徐子齐,身材还保持得这么好,李嘉诚可要好好减肥了哦。 采访中,徐子齐不忘大赞郭富城要爱心,尤其当了爸爸之后,更加关心小朋友成长方面的问题了,向郭富城提出邀请时,他马上就答应了,对慈善相当上心。 郭富城坦言,自从当了爸爸之后,自己对小朋友的消息更加关心了,希望在照顾好自己女儿的同时,帮助到其他小朋友。 此外,郭富城还大方,分享了自己的教育心得。 如今女儿还小,郭富城认为当爸爸最大的责任,就是从小给他塑造一个理念,希望他能在成长路上,能够做到自我改变,并帮助到其他人。 前不久,赵梅曝光了郭富城交集,方愿怀上二胎的消息,郭富城方打起了太极,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。 日前宣传新电影时,郭富城松口自己喜欢热闹的多人家庭,二胎十分有望了。 今日郭天王现身,当然少不了被问是否怀上二胎的问题,也许是早料到记者会问,郭富城只回应小孩事上天给的礼物,现阶段无可奉告,有好消息会告诉大家,不管怎样,都希望能赶快听到郭天王的好消息哦。